你是否曾在电影中见过这样的情景 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 却能在几分钟内置人于死地 这样的情节并非仅存于虚构的故事当中 暗藏在普通植物里的它 是影视剧情的重要推手 也是多切真实暗杀事件的神秘武器 而在科学家眼中 它却是经济价值极高的潜力研究对象 欢迎来到斯高说 今天来说一黑一白的杀手 毕马毒素 毕马毒素是不是听上去既熟悉又陌生 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感觉还在路边见过 那有人会说 这不就是一种农作物吗 既可以榨油也可以入药 不就跟花生胡麻差不多吗 有人还可能会问 这东西能有毒 还能用来下毒暗杀 你这是看电视剧看多了吧 这都是杜钻的 你还真信 其实不是啊 毕马毒素的毒性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美剧绝命毒诗中 毕马毒素呢 是贯穿剧情的重要线索之一 主角沃尔塞怀特 是一名怀才不育的高中化学老师 他的儿子呢 患有先天性的疾病 身体残疾 妻子怀孕经济困难 而自己又查出了肺癌晚期 简直就是debuff合体 那为了支付生活开销 解决家庭的财务危机 他和自己的学生杰西 开始在家里自制 合成毒品 做好后呢 他再把制成的毒品 去卖给墨西哥毒校图库 用来获取高额的收入 那在一次交易时呢 他们意外目睹了图库暴打手下 以及种种的残暴行为 那由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被威胁 怀特在与杰西讨论如何摆脱图库时 精通化学的他想到了b麻痘 以及从中提取的b麻毒素 那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提炼步骤呢 怀特终于成功了 他把制成的毒素 混入准备给图库尝试的新毒品中 但是阴差阳错 这一次呢 图库并没有吸食到 这是怀特对b麻毒素特性的描述 而就这短短的一句话 就让人觉得细思极恐 即被发凉 b麻毒素 作为关键的情节线索 在影评中出现了很多次 在储存和运输毒素时 怀特都会把毒素 小心翼翼地藏在香烟中 并且严密保存 由此可以想见 b麻毒素的威力到底有多强 而当怀特第一次跟杰西介绍b麻毒素的时候 曾经提到了一个发生在70年代的故事 那在当时啊 b麻毒素曾被用来暗杀一名保加利亚记者 间谍呢 用一个改造过的雨伞间 在被害记者的腿上注了微小剂量的毒素 就导致其死亡 而这一事件其实可并不是杜钻的 它是发生在英国伦敦街头的一起真实的暗杀事件 也真是因为这个耸人听闻的事情 b麻毒素才开始被更多人知道和关注 那有人可能会问 小小一把雨伞怎么能杀人呢 时间回到1978年的9月7日 保加利亚作家乔治马克夫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 和妻子道别以后就出门了 当时 他正走在横跨泰晤士河的花铁路桥上 准备搭乘公交车 去英国广播公司上班 在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呢 他突然赶到右腿后侧被扎了一下 下一时回头一看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而在他不远处 只有一个男士在整理手中的雨伞 他的腿可能就是被证明男子的雨伞戳到了 但在9月份的伦敦 经常是下雨天 所以随身携带雨伞是很多人的习惯 马克夫当时也并未在意 那名男子向他致歉以后呢 就与他了 然而之后马克夫一眼感到 刚才被刺中的地方一直在疼痛 当他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腿上被刺中的位置 已经形成了一粒红疹 他还跟旁边的几个同事 聊起了自己在路上的经历 果然 随着时间的流逝 腿上的疼痛一直没有消失 反而还加重了 当天晚上 他就开始发高烧 随后就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当时医生也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回事 所以治了半天呢 也没有好转 不幸的是 三天后 马克夫就在医院去世了 那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 马克夫也有跟医生说 自己是不是可能中毒了 以及早上被雨伞刺伤这件事情 所以在他去世后呢 医院也报告给了伦敦警方 并且安排了法医进行尸检 在对尸体解剖的时候呢 法医就发现在他的腿上 有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创伤 而这个呢 就是马克夫之前所说的那个小红枕 随后 法医又从这个伤口中 取出了一粒空心的金属珠子 直径只有1.7毫米 那这个到底有多小呢 我给大家一个参照物就明白了 就是这种圆珠笔的笔尖 那为什么说是空心的金属珠子呢 其实这上面有两个小孔 通过进一步的发现显示 在这个空心的金属珠子里 检测到了微量的臂麻毒素 其实在马克夫被袭击的十天前 另外一名保加利亚人 科斯多夫 曾经在巴黎因为枪击而受伤 医生在他的身上 也发现了相似的金属珠子 不过呢 由于在小株内 用于包裹臂麻毒素的装置 在射出前就受到了破坏 因此只有几小量的毒素 进入了他的身体 最后他只是出现了一些发烧的症状 而另外一起相似的事件 是发生在1981年的8月 当时 美国中情局一名叫鲍里斯的特工 在购物的时候被袭击 一枚含有臂麻毒素的金属粒 被打入他的肾脏 而幸运的是呢 这颗带毒的颗粒 随后像肾结石一样 被排出了体外 毒素呢 并没有进入他的身体 鲍里斯曾经潜入过 前苏联的情报机构 克罗伯 用来获取情报 因此鲍里斯和CIA都认为 是克罗伯想要除掉它 那由于当时正是冷战时期 各国的情报机构 和秘密组织之间错综复杂 特工活动也十分频繁 所以这些暗杀袭击 最终都没有确切的调查结果 据说 在保加利亚还曾发现了 另外一批雨伞枪 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间谍博物馆 就有展出类似的副制品 其实在很多国家 毕麻毒素就被严厉禁止 则在1918年 美国军事部门就将毕麻毒素 列为可发展的生物武器 他们还和英国的科学家合作 在二战时期研制出了毕麻毒素炸弹 只是从没有使用过 在1972年签订的国际生物武器公约中 毕麻毒素被列为生物及化学武器 在1997年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 也将毕麻毒素列入了管制清单 那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 管制的如此严厉 难道还有人用它来进行恐怖事件吗 是的 在1993年 加拿大海关在边境检查站 拦下了一名叫托马斯·拉维的男子 他当时携带了130颗毕麻毒素 大量的现金、武器和超过2万发子弹 企图走私过境 2003年 几封疑似含有毕麻毒素的信件被截获 而这些信是分别寄给美国总统府 和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的办公室 2013年4月 寄给参议员威克尔和总统奥巴马的信件中 被先后检测出对毕麻毒素的阳性反应 之后的2018年和2020年 寄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 和国防部工作人员的信件中 也发现了疑似毕麻毒素的物质 那由于这一系列真实事件的影响 再加上影视作品的渲染 一时间呢 就有人好奇心爆棚 想要去购买毕麻种子 并尝试去从中提取出毕麻毒素 2015年 一名孟加拉国的科学家Sam 因为在网上购买了毕麻种子 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最初Sam声称 购买这些种子只是为了装饰 但后来调查发现 他其实是在家中研究制作无味毒药的方法 这个Sam可不是普通人 他主要研究生物医学工程方向 拥有博士学位 并且在马赛诸塞州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 担任高级研究员 也就是说 他具备生物制药的相关知识 并且精通提炼制级的技术 提炼出毕麻毒素对他来说很容易 检察官称 Sam不仅对FBI撒谎 在被调查期间 他还在继续研究如何制造毒药 而他的律师解释说 Sam只是出于错位的好奇心 并且强调Sam其实从未拥有过毕麻毒素 也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 但尽管如此 Sam还是因为妨碍司法 被判处三年缓刑 也失去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职位 并且无法再作为科学家进行工作 即便制造毕麻毒素的判法很严厉 还是有人不断在模仿 2016年 一个美国学生乐成 因为试图在网上购买剧毒的毕麻毒素 被连璋调查局钓鱼逮捕 并被判处了16年监禁 当时的乐成只有22岁 曾在纽约大学物理系学习 但在闲着没事的时候呢 他在曼哈顿的一处公寓内 从事代购业务 时间回到2014年的12月 乐成通过暗网黑市 联系到一个自称为黑暗马尔特的卖家 想要购买毕麻毒素 用来制作简易药片 而乐成不知道的是 黑暗马尔特其实是FBI的一个卧底特工 在聊天的过程中 乐成透露 他想将毒素制成药片 跟普通的维生素混合 这样呢 受害者每天服用一片 最终会因为收入毒素而致死 之后FBI向乐成发送了假的毕麻毒素 而乐成在取货时 事先准备了交笔手道 并且将货物带回公寓 随后当场被捕 执法人员在他的公寓内 发现了装有毕麻子的信封 并且在他的电脑中呢 查到了用来购买毒计的账号信息 其实说到这儿 可能会有人有疑问 这个Sam和乐成 怎么就会在购买毕麻毒素的时候 就被警察发现了呢 其实啊 在毕麻毒素被列入生化武器以后 大部分国家呢 都对它采取了严密的监管 在美国 毕麻毒素被列入了特别物质清单 科学家必须向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门注册 才能使用毕麻毒素 加拿大的有害物质条例 欧盟的化学品管理条例 以及澳大利亚的毒品法 都对毕麻毒素的持有和使用 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 那如此严密的监管 正说明了毕麻毒素的危险性 那它的毒性到底有多强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 毕麻毒素的分子结构十分复杂 它是具有两条钛链的高毒性植物蛋白 它能够通过与细胞内的核糖体结合 阻止蛋白质的合成 最终导致细胞死亡 毕麻毒素也容易损伤肝肾等器官 会导致器官出血 变性甚至坏死 它也可以凝集和溶解红细胞 抑制麻痹心血管和呼吸中枢 然而 毕麻毒素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 主要是并发症导致的死亡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影视剧中 被毕麻毒素毒害的人 会被误判为突发心脏病而亡 而且呢 提纯的毕麻毒素呈白色粉末状 可容易水或者弱酸种 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 包括口服 吸入 还有注射 并且致死量极低 成人如果口服的话呢 致死量大概只需要一到两毫克 而注射的话呢 致死量就更低了 即使是少量接触呢 也可能导致严重的中毒症状 所以才有大量的通过游击信件 企图偷渡的案件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 既然是被官方认定的生化武器 如果说40多年前的马可夫 是因为无药可救而中毒身亡的 那现在医学科技更加先进 有没有开发出特效解毒剂呢 很不乐观 目前还没有 所以中毒一旦发生呢 主要治疗还是集中在缓解症状和维持器官功能上 现在可以查到的相关信息呢 是美国生物制药公司Soligenics 进行的Rivax疫苗研究 这项研究在2002年初启动 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出资赞助 它的主要研究方向呢 是提供对B麻毒素暴露的保护 Rivax是一种耐热的重组压单位疫苗 它主要通过引发身体的免疫反应 来中和B麻毒素 但是呢 由于这项研究投资巨大 但产出渺茫 以盈利为目标的Soligenics 一度想要放弃这个项目 而事情的转机呢 出现在2013年 在检查出有多信件之后呢 美国政府重新意识到 开发出B麻毒素的重要性 2014年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提供了约2400万美元 来支持疫苗的后续开发和临床实验 目前呢 Rivax疫苗已经进行了多次临床实验 并且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在Rivax成功的基础之上呢 美国田纳西州的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 也在开发一种新型药物 来抵抗B麻毒素 说到这儿啊 可能有人会疑问 既然研发疫苗和药物 这么费劲 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消灭这种植物 去从源头上去掐灭这种潜在的危险呢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啊 消灭B麻植物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呢 就像是杀鸡取卵 虽然B麻子中含有毒素 但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为了防止自己被动物吃掉 而大量种植B麻的原因呢 是为了从B麻子中 榨取用途广泛的B麻油 至于炼制B麻毒剂呢 则相当于是B麻子压榨后的废物利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B麻呢 是一黑一白的双面植物 其实B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油料作物之一 原产于非洲 后来呢 传入各地 在世界各地的古文献中呢 都有记载 它也被誉为土地里种出的石油 是目前唯一能够代替石油的 可再生油品资源 有着重要的工业价值 B麻子的含油率呢 高达40%到70% 而且榨出的B麻油 0点低 粘度高 既耐骇又耐高温 是性能极好的润滑油 随着铁链技术的提高 更多种类的B麻油延伸品 被广泛应用在能源 医疗 化妆品 航空机械 和纺织等领域 而且它的需求量非常大 经济价值高 有很多国家也是大力扶持B麻种植产业 除此之外呢 B麻子还是一味中药材 在多部古籍艺书中 有详细的记载 比如说唐代的新修本草 北宋的本草不经 明代的本草高墓等等 主要用于消肿去毒 止痛症静 治疗便秘等等 诶 说到这儿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报道 在2002年的时候 一名年轻女子 长期被便秘问题困扰 她呢 听信民间偏方 在网上购买了B麻子 在家做成果汁盒 结果喝下去不久 就全身不舒服 她被家人紧急送往医院 经过洗肾等一系列治疗 才脱离危险 所以在这里 我还是要郑重提醒 身体不适 要去找专业的医生治疗 不能随便听信偏方 同时呢 也不要因为看了今天的视频 就好奇心爆棚 想要研究一下 毕竟B麻 还是那个一黑一白的植物杀手 最后请欣赏 发表于1978年的儿歌 我为祖国重B麻 感谢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ededźracem